莫小姐 咱们俩上次的见面很不愉快 这次呢 我也不能保证会十分地和谐 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跟明轩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即便现在在一起也不会长久 明轩是什么条件你很清楚 就算跟你在一起耽搁几年 他也耽误得起 你不一样 你是女孩子 结婚嫁人就这几年 耽误这几年就会贬值 以后再想找一个好人家 就不那么容易了 虽然我的话有些难听 但它是事实 你这么聪明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是 阿姨 你只说这些吗 当然 如果你能向我保证 你是最好的 保证以后都不再纠缠我们家明轩 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尽管提 我会尽我的所能满足你 如果你非要嫁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别的资源 我身边这样的有钱公子有的是 我承认明轩他十分优秀 我也非常爱他 并且发自内心地欣赏他 他能和我在一起 是我的荣幸 可如果有一天他要跟我分开 我也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对我自己的未来规划 有很明确的方向 他是会跟我并肩前行 还是分道扬镳 我觉得 这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 而且未来的事情 谁都说不准 不是吗 阿姨 如果您今天 是需要我跟您保证什么的话 那很抱歉 我要让您失望了 我不知道这个保证有什么意义 第一 它没有法律效应 第二 我不觉得它有任何的约束能力 况且这个保证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为什么是我跟您保证 而不是您跟我保证 我承认您是我的长辈 我应该尊重您 可是 在人格上 我们不是平等的 当然了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 我也不会让您白跑一趟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您 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 过段时间我就会离开上海 距离 会不会成为我跟明轩爱情的阻力 我不确定 可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会降低您儿子见到我的几率 我做这样的决定 并不是因为您给我的压力 而是对我自己未来的负责 没有谁 可以强迫我跟任何人在一起 所以我不会因为谁的压力 就跟明轩分开 好 你知道吗 公司的股票一路上涨 方卫博都发了公告 她现在持有了百分之十我们的股票 知道咱们的股票一直持续上涨 她就说不懂了 如果雪凌嫁到我们家来 你们俩愁的那些事情 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家这明轩啊 就是被那小姑娘迷住的心窍 才会拒绝雪凌 妈 你坐着 我话没说完了你就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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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 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说一句公道的话 她跟雪凌认识这么多年了 如果说两个孩子真有感情 她会等到现在吗 还有如果因为公司的利益 让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我们做父母那是不是太自私了 不合适 你有更快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事吗 我当然没有啊 对啊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方卫国来控制明媛 她小 她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 你呢 爱情和事业哪个重要 你拎不清 好好好 我上去反思一下 你也坐着 对了 我话没说完呢 我也不怕你知道 我接莫菲了 这都是咱们的家事 你去找她干嘛的吗 这个小姑娘明确地告诉我 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出国留学 无论如何不会留在国内 人虽小但是野心很大 她不是那种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的人 雪凌就不一样了 雪凌这么多年 如一日 对你 对家庭 全心全意地铺在你身上 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选 再去选那个莫菲 你也不晓了 管理这么大个公司 孰亲孰众 你掂量不清楚吗 工作的事我会处理好 耽误感情的事 妈 你能不能别参与了 我是你妈 不是你员工 请点说话注意你的态度 行 就是如果从公司的层面你觉得 我处理不好 我信任 感情的部分呢我可以尊重你的意见 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议 我有选择的权利 好吗 妈 你不要经常去找人家 找人家干嘛呀 是你儿子死气白泪想要跟人家在一起 人家最后选不选我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你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了 妈 有道理 等明远不是我们的你就后悔去吧 去 去给我妈洗穿补带吧 对 谢谢 明轩 明轩 来吧 每个月 下个月 感谢观看